对于每一代观众来讲 记忆深处里都留有一部儿童剧 80后记忆里的小龙忍 90后有加油儿女里的流星小雪 而对于95后或者00后们来讲 记忆最深刻的或许就是快乐星球系列了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陪伴了许多小朋友成长的系列剧了 几乎每一部都会换一个新主演 当年剧中的主演都特别的红 不过大多数拍完戏之后 又选择了回到学校 如今的他们也都长大了 不知道还有观众记得管同吗 快乐星球4的男主角不平凡 小时候正太模样 非常有观众缘 但拍完戏之后也选择了回归校园 当一名普通学生说起管同能出演快乐星球 还有几分巧合在里面 其实快乐星球拍完第三部之后 已经积累了很大的名气了 导演组也想着请林妙客或者徐焦等知名同心加盟 但在经过沟通之后才发现剧组的经费不足以给这些知名同心支付酬劳 最后折衷之下想要通过举办一个夏令营的方式来选拔第四部的小演员 这个消息让身为快乐星球粉丝的管同特别兴奋 偷偷瞒着父母就报了名 当他父母接到这份夏令营邀请的时候还以为是骗钱的 不过最后管同说服了父母去参加了这次夏令营活动 并最终经过三轮选拔成了快乐星球4的男主角 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 管同拍得很辛苦 最多的时候一场戏重复了50遍才过 当然也会受伤 有一次拍掉蓝的戏管同不小心就掉了下去 还好有保险绳 但腰上也被勒出了一圈 亲子拍戏再怎么累 文化课还不能落下 不过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 快乐星球4一播出 大家就被这个小状态彻底的征服了 聪明好学 调皮 喜欢幻想 无论是成年观众还是小剧迷都很喜欢这个帅真的角色 不过一举走红之后的管同并没有如大家想的那样 一头扎入娱乐圈 而是拍完戏之后选择了回到学校 就像剧情里演的那样 好像一个梦 梦醒了又成了普通人 但这对于管同来讲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粉丝实现自己愿望更加开心的事情了 而且几年后 大家才知道剧中出演男主角的管同其实是个小姑娘 从小就学钢琴才艺非常的好 但拍完戏之后并没有选择留在娱乐圈而是回归校园 这或许是父母的选择 或许是他自己的选择 其实留在娱乐圈也并不一定就是个好事儿 很多童新少时成名 长大后却名声不显 反而因为耽误课程而过得不如意 反而在最红的时候 洒然离去是个很好的选择 比如管同虽然离开娱乐圈 但观众们依然都很想念他 如今的管同已经是个18岁的大姑娘了 也变得更漂亮了 好几年都没有有关于他的消息了 将来是进娱乐圈还是做别的 都祝他虔诚似锦